交往两年多了 短片里面她说 你要逼她结婚 是吗 也不算逼 我认为两年了 应该有一个家了 第一次提出结婚这件事 是在什么时候 一年前的时候 我说咱俩恋爱也一年了 该琢磨琢磨结婚的事了吧 就是当初 我跟她说得很明白 很清楚 就是我们两个交往 因为存在年龄的差异 慢慢走 突然一年多的时候 提出结婚 我就跟她订了一个约定 我说我们两个 就这么慢慢顺其自然地走 我不着急结婚 如果你觉得我耽误你了 你可以选择离开 或者去找别人 我祝福你 因为我不想在一个 不成熟的条件下结婚 这样我的压力会很大 等于在你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你就说我们不结婚是吧 不是说不结婚 我是说不着急 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工资很少 至少等我在上一个 上一个等级的时候 才能给她那些所谓的东西 可是我听说 你们连婚纱照都拍了 拍了婚纱照 为什么还闹到这样 这个是她的一个银某 不是这个怎么是人家的银某呢 当时她的朋友开婚纱营楼 然后她就说需要两个模特 当时我就很大疑虑 为什么找模特找我这种的呢 比例很不协调 然后又这么胖 特殊型号了 她就说她的朋友 就需要找这种拼命化的 对啊 多草哥 然后姐弟亲的 普通的老百姓 对啊 然后她说还给500块钱报酬 就跟她去了 结果去了之后我就发现 我就知道这是她策划的一个银某 怎么发现那是个银某呢 因为当初说去的时候 她碰给我跟我们俩承诺的是 写诊照 但是你见过写诊照 穿西服穿离服穿婚纱的吗 当时为了戳穿她的银某 照了几张 我给她就走了 这怎么人家就跟你照个这种像 怎么就银某呢 因为她中间不是这第一件事了 她中间很多很多事 都在向我逼婚 我完全违背了她当初答应我的条件 你再给我举一件事 来证明这是个阴谋 她经常玩自杀 就这时候拿着导片 这时候拿着电话 然后有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接不了 不是 有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接不了 因为我在海会 我可能会出差 我接不了电话 然后呢 她就给她的朋友打电话 让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 她就在家里要自杀了 我一想 对啊那当时我多着急 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你都不回我 你不是不接都是关机 我多着急 我当然会给你的朋友打电话 问你在哪呢 你得知道我心里是有你的对吧 那我凯会呢 那我出差呢 手机经营呢 每天呢 你都考虑过吗 然后呢 我就赶紧回家呀 毕竟人命关天 推开门一看 她就在那 类似于拉着小提琴的姿势 反正你也导片 什么样的导片 对反正你要是不赶紧赖的话 我真的死给她探了 这个菜刀也拿过 刮户导片也拿过 水果刀也拿过 瑞士军导片也拿过 你们家高的 我们来挺多 你说这要是出了名字 怎么办呢 然后我就赶紧去 赶紧去制止她 不是 她是打电话说 你不回来我就自杀 还是说你要不娶我就自杀 都有 真大姑娘 因为你看我都比她大好几岁 两年时间对我来说也不短了 但是你忘了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吗 当初咱们两个写定了这事 对呀 那是一年之前的不答应你 对 因为咱们两个感觉很好 咱们慢慢相处 兄弟 这我觉得人家表明了一种迫切结婚的心情 我跟她说得很好啊 我跟她有约在先啊 我说我们两个就这慢慢下去顺其自然 到什么时候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那有个终点啊 等到我这个条件成熟点 稍微再成熟一点 我觉得我可以了 结婚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是是是是 然后她非得苦苦相逼 无所不用其计 就这个婚纱照的事 对那我的朋友都结婚了 现在忍尽皆知啊 整的我命名就是一个未婚小伙 给我铁上了一个已婚男的标签 撒掉铁上了已婚男的标签 给我铁上已婚男的标签 我都撕不掉了 然后她成为所有的朋友同事劝指的 我成为所有的朋友同事也劝指的 后来朋友他们都祝福我吗 我就问了朋友 我说怎么都恭喜我结婚呢 什么快结婚什么意思啊 我就问啊 然后回来发现 朋友祝福你不感到开心吗 她居然就用这几张照片 传到了网上 说这就是我们的婚傻照 说马上要举行婚礼 我说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说你要办婚礼 你也给我赏亮一下啊 对啊 那咱们的朋友啊 其实也都挺看好咱俩的 她这么就撑了婚傻照了呀 明明是你说的找特性 我说给500块钱嘛 然后你这完全就是她的阴谋 我现在知道 马基老师那个宇宙牌响眼 为什么那么火了 就是唐山华太有色彩了 她就除了这个自杀 拍婚纱照 其他还好吧 嗨 多了去了 每事她就自己搞一些小阴谋啊 窗头棍 放稳度计 每事呢 她写一些东西 在一个纸上密密麻麻 一般人看不懂 后来我就发现那些东西 我就很莫名其妙 到底怎么回事 有什么情况呢 我就开始问 我就上网插呀找朋友问呀 后来我就明白了 她这个是腿钻这个拍卵旗的 那我想让你生给你什么宝宝 然后就可以 顺理成长的跟你结婚了 那有个宝宝不好吗 一个女人给你生孩子多伟大呀 你不感觉到 幸福我不感觉到 你还不夸夸我 你还抱着我 没事 如果说按照咱们俩 之前约定的 顺理成长的 结婚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总这么闹 这就有凤子成婚 逼婚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她的朋友 每天都给我打电话 一天换一个 干嘛呢 就足处逼婚 就说你们俩赶紧结婚吧 对啊 谁可是啊 怎么怎么着 那我的朋友都知道 咱俩好了两天了 那都想让咱俩赶紧结婚呢 那我的朋友 你的朋友 不也都结婚了吗 那孩子都生了 那现在都有的都要二胎了 我听我弄不着 你们倒是赶国家政策 赶得挺快 那你说你想要结婚 你好好说 好好想着 你也不用闹这么多说阴谋 一而再再而三的 反复的就心机太重 这使什么心机了 自杀还不算心机啊 你收得了吗 一回家就要自杀 一怎么就要自杀 这你收得了吗 那不是想让你在乎我吗 在乎人有这么在乎的吗 万一第一天结婚了 第二天早也起来 撑一局实体了 上哪说 不是 你让大伙说的害怕不 我跟你说 第一天结婚 第二天一定不是实体 是第一天不结婚 今天结不了婚 明天有可能成为一具尸体 我就继续地反感 这种被逼迫的状态 造成的我现在心里压力 而且特别大 而且他还假怀孕 他到时我已经 推迟了十好几天了 我以为我都怀孕了吗 他推迟了十好几天之后 他居然不知道从哪 找到我父母的电话 给我父母打电话 我在你手机里头找的 说他是我的女朋友 你们认识两年居然都没见过父母啊 小伙子你可不对啊 你就算顺其自然父母得见吧 也算个定心吧 为什么不让人见啊 我不是说不让他见 我第一年我俩他们挺好的时候准备让他见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事 然后又接着 又让我感觉到很哑迫 很多阴谋 所以说我不敢 好 懂了懂了 不敢了 接着说 然后你说他也不搞清楚 然后打过电话就给我父母 就说以顿说 说甚至他都提到结婚了 我父母那边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也直到是人家的 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披头盖脸就给我以顿妈 说如果是人家 你赶紧带人家回来见面 咱们赶紧操入结婚 必须得负责任 那就是我都结婚呗 就你打电话跟他父母说 你说你怀孕了 必须得负责任 那我着急啊 必须得我怀孕了吗 我父母说必须得负责任 怎么怎么着的 然后我就赶紧合适这个事啊 结果过了那么十几天 他又正常了 我说那不是个意外 那你说这不是阴谋 这是啥呀 给我父母气口腔 万一气出个好打来 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 那我也不是想跟你在一块儿吧 你说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你那么急着结婚干嘛呀 那我也老大不晓得了 贾任也催得着急 那他挺年轻的 那他要是跑了咋办呢 我不都说了吗 我不都说了吗 都两天的时间 不都白搭了吗 我都跟你说好 约定好了中间 你跑不好 如果说顺其自然 肯定不跑 但是这么 他这么逼我 现在就想跑 那你越跑 我肯定越着急呀 你是不到这个道理吗 你把啥子钻手里 越钻越少吗 最后都卖了吗 你不想啥子呀 你是一坨人的 我现在完全感觉不到顺其自然的幸福 我感觉到的全是堕堕相比的隐谋 傻叫隐谋啊 我咋儿隐谋了 我觉得我是用心良苦 好好好 一个说堕堕相比的隐谋 一个说用心良苦 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券 谢谢 谁谁啊 挺难的 其实能理解这位女士的 这个她的着急 对想法能力 毕竟比她大五岁 就怕她跑了 但是呢 这位女士 你的几个做法 我真的是劝你以后 真的别再这么玩了 就是拿刀片这事 她说的本身有点严重了 我能感觉到 当时您是怎么做的 女人如果有这种动作的话 是挺让男人觉得 一开始从害怕之后 是看不起了 口不辣 你越想提起她的重视之外 你越在她心里会变得轻 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重视 你如何让她重视你的生命 另外 兄弟 你到底想不想跟她在一起 我之前说得很清楚跟她 我说我不是 你现在想不想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你们两年了 你想不想跟她在一起 如果说顺其自然很幸福的话 那当然很愿意在一起 您这个顺其自然 但是现在我就不 不是 这个顺其自然 是一个很虚的一句话 我觉得您首先给人家 就没有一个特别真实的承诺 顺其自然了 咱们走走看了 全都是未知 点点点点点点点 不是说未知 老师 我解释一下啊 就是说我说 这顺其自然那时候 很正常地发展下去 然后彼此好感越来越好的时候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结婚不是问题 但是我不需要这种逼迫 这种手段 这种算计 而且我觉得她心机太重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了 你们俩就顺其自然吧 现在真的有蛮多女生 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对于女生自己来讲说 我在争取我的爱情 我在保卫我的爱情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 她不应该复制东流 她必须有一个结果 那我就想跟女生说 你这个不是在谈恋爱 你是在胁迫一个人 你是在要另外一个人 来承担你的生命结果 要另外一个人负责你的幸福 不要以为这是爱情 这绝对不是 一个自己都无法承担 自己生命责任的人 更无法爱其他任何人 姑娘我就帮你支支招 当初我想娶我太太 我比我太太大11岁 人家是不着急啊 二十三四岁 我三十多了 怎么办呢 要采取你这些办法的话 早跑了 我采取的办法是 给她勾勒婚姻之后的幸福生活 这种勾勒不是说 采取各种逼迫的办法 众人皆知的办法 我会告诉她 你看 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想对你好一生一世 我们应该要一个孩子呢 还是要两个孩子呢 她说啊 就要一个就行了吧 我说不不不 应该要两个 甚至两个以上 我们俩就这个问题开始讨论 代入感知道吗姑娘 代入感不是说牵头驴 瞪着她的那个缰绳 往里面拽 而是拿一个香蕉 逗那猴子 来吧来吧来吧 她自己就跑过来了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方式 半年之前 我用过你这招 还用不吃 小伙子我觉得 这姑娘 你们俩看上去 真的还挺有夫妻相 你就从了她吧 何必呢都闹到这儿 你又逼婚你看 她就烦着 涂老师来 把自己的丈夫 用绳子捆起来 用把刀架在她脖子上说 说爱我 不说我就杀了你 如果你不说 我就直接把床单给点了 这就是九几年的一个非常 火的电视剧叫《过把影》当中的 方言和杜梅 你跟那个杜梅是几乎一模一样 她用自己的方式是在爱着方言 甚至最后她们已经离了婚 方言就是不从啊 我就是不愿意 平时我特爱吃的一碗面 我可以稀里哗啦三秒钟把它吃完 但是你今天拿刀避着我吃 我就觉得这里边有猫腻 所以说在婚姻的结婚现场 我问你愿意吗 她是说我愿意 不是说我同意 也不是说我被迫愿意 而是要心能地接受 我有一点非常嫩我明白 当你笃定要爱个人陪她到老的时候 有什么好急的呢 你想好了这辈子我就爱她一个 我就在她身边 我有什么好急的呢 你跑我就跟着你了 你走哪我就在旁边照顾你啊 看着你了 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给予我所有能够给予的咯 有什么好急的呢 说穿了 像陶老师所说的 这种爱值得怀疑 你也好不到哪去 你不要说整什么细水长流 顺其自然呢 就是还没到爱结婚的那个份上 我还不够有那么爱 你们之间的爱是不匹配 一开始我是很爱她的 但是后来被她这么折腾折腾来折腾去 但是有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 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想法来考虑啊 有哪个女人吃饱了 撑得要跟你生个孩子呀 她如果不爱你 为什么要跟你生个孩子 她不爱你 为什么要整这么多事 她不嫌折腾吗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那还确实是挺伟大 差就差在你不是很喜欢她 所以这些事都变成了烦心事 最后送你们一句话 Tiger说的 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 爱只是在爱当中得到满足 谢谢 我觉得她代表了很多现在大龄女性的那种思潮 就我都时间搭给你了吗 我当然期待的就是一段婚姻 当你碰到这样女人的时候 你知道你不能满足她 你就应该跑 恋爱都不要谈 真诚地面对自己吧 爱得够给得起就给 爱得不够给不起就跟人家说清楚 我现在要想同了 从刚才老师给我一个提醒 我也决定了 我也下决定了 我今天来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当着大家伙的面 把电视说清楚 好 太好了 以后你也不用再找什么这种接口了 你也不用再什么逼婚了 你这样吧 想清楚再说有些话 把最想对对方说的话 告诉对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自己的责任担负起来 只是享受爱与被爱的过程 而没有把自己身为男方所需要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 好 谢谢你的分析 谢谢 好了 观众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个箱子里面的秘密 会不会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 是大家非常关切的 接下来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他们的自己的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不哭啊 女孩很善良 女孩的做法是把男孩的箱子 让工作人员带走 就意味着说 女孩愿意帮助这个男孩 保守他自己的秘密 而男孩自己离开了 按照这个节目的规则 这个箱子里的秘密 是要被公布出来的 你可以选择说或者不说 没关系 是我有写给她的一封信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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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